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这是一个家庭主日 那么这里刚才我们的诗歌里面说 求主祝福我们的家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 教会的存在就是要把神的祝福 带到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家庭 就是一个蒙福的家庭 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赐福家庭的神 耶稣在地上行的第一个神迹 水变酒 就是在一个婚礼婚宴的里面 上帝要祝福耶稣在你的家里面 有耶稣有上帝的家庭 就会好久留到如今 所以我们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个 叫圣经里面蒙福的家庭 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亲爱的朋友姊妹 蒙福家庭第一个就是男人 蒙福 我再说一次 家庭蒙福第一个就是 男人要蒙福 上帝说你要吃男人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上帝今天要赐福你男人 多产倍增掌权 接着我们的妻子在内室 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儿女像围绕你桌子 好像橄榄的宅子 少年时你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接下来他说 愿耶和华赐福 从喜安赐福你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所以弟兄姊妹你有看到吗 这里有多么一副蒙福的家庭 上帝要赐福你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说 一起说来 上帝要赐福我们全家世代蒙福 再说一次 上帝要赐福我们全家世代蒙福 我想明天就是八八节 那么祝福父亲就是祝福家庭 祝福家庭从尊荣父亲开始 我相信每一个男人都希望自己是好男人 好丈夫好父亲 我相信当你的儿女对你说你是好爸爸 那是一个男人最大的光彩 我相信每一个男人结婚的时候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是心里想着说 我要让你一辈子成为最幸福最快乐的女人 当我们的儿女出生的时候 哪一个爸爸抱着自己的孩子 刚出生的孩子不是说 孩子我要你一生爱你 我要把最好的给你呢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给你没有的东西 就算你想也给不出来 这是我们很多男人的问题 因为不知道如何的爱 也不知道如何被爱 有很多人说我是好牧师 我也自我期许我会是一个好牧师 所以我很羡慕有一些牧师跟人群在一起 他是这样的自然 好像天生就喜欢跟人在一起 人也喜欢跟他在一起 我很和善我也很亲切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如何亲近人 我什么都好 但是人就是很难亲近我 跟人在一起 我就是有一种不自在 有压力想逃 我里面好像缺了什么 我不会我没有 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 因为我从小就不知道 怎么跟父亲亲近 我的父亲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他自己也是一个孤儿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样亲近 孩子跟孩子玩耍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面 我从来没有给我爸爸抱过 我从来没有跟我爸爸一起玩过 所以在电视广告里 会有那些爸爸追着他的小孩在公园跑 有一次 我在个微电里面看到 在一个黄昏 一个爸爸 牵着他的女儿 小女儿 走在一条很幽静的路上 哎呀 看着那个大手牵着小手 我突然好羡慕 因为这一幕 从来没有在我的脑子里 我从来没有这种印象 这种图画对我是很遥远的 所以我里面有一个空缺 我不知道如何亲近人 我愿意我想 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没有的东西是我给不出来的 同样的 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不会做儿子就不会做父亲 不会享受做儿子 你就无法做个好父亲 不先被爱 被关怀 被拥抱 你就给不出去 没有人不需要爱 被爱 被珍惜 被肯定 被宝贵 被夸奖 被称赞 但可惜的是 男人很少 从父亲得到他所渴望的爱 跟肯定 因为我们的父亲 也没有人这样的爱他 也没有人肯定称赞过他 但是感谢神 地上的父亲没有给你的 不能给你的 天上的父亲 都要不还给我们 我说过 我爸爸是一个孤儿 但自从他信了耶稣 上帝成了他的父亲 我的父亲102岁才过世 可是在他80岁以后 这20年 我最常听到他 他差不多每一天都唱 最常听到的 他唱的一首歌就是 野地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鸟儿 从来不畏生活忙 下一句说到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一个孤儿 长在乡下 从小 他必须自己奔斗努力 没有父亲照顾 没有父亲供应 有问题 没有父亲可以问 受伤跌倒了 没有父亲把他抱起来 呵护 只有自己擦干眼泪 自己爬起来 而这一切 都训练他 封闭一切的情感 不让自己的心受伤 变软弱 所以他怎么会懂得 亲密地 拥抱自己的孩子呢 他怎么会懂得 跟自己的孩子玩耍呢 做了一辈子的孤儿 上帝知道他信了耶稣 上帝成了他的父亲 他才开始成为一个有爸爸的孩子 今天每一个男人 你都要成为有爸爸的孩子 所以这首诗歌 慈爱的天父 天天都看顾 对我的父亲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的父亲终于有了爸爸 有了天天都看顾他的爸爸 虽然他已经八十岁了 难怪他可以唱二十年 而他会做儿子 他也开始才开始懂得做父亲 我刚才说了 我从小 爸爸没有抱过我 直到我都五十几岁了 有一年我到美国去看他 那时候他还住在美国 跟我哥哥住一起 那天我们一起吃饭 他突然夹了一块肉 绑在我的碗里面 我里面突然一阵激动 我几乎是含着眼泪 吃下那块肉 五十几年来 第一次爸爸夹肉给我吃 那天我要回台湾了 然后我就喊爸爸我要回去 我要回 我要走了 我要出门了 爸爸走出他的房间 他哽咽地抱着我 为我祝福祷告 求上帝保佑我平安地回到台湾 我做一个大的教会 主任牧师 很多人从来都是我为别人祝福祷告 但是那一天 是爸爸为小儿子祝福祷告 这么简单的是 爸爸为孩子夹个菜 这么简单的是爸爸为孩子祝福 可是我父亲花了一辈子才学会 而我等了五十年才得到 因为没有就没有 你没有办法给你没有的东西 父亲从小没有称赞过我 而到了我快要都近六十岁了 爸爸就刹那 许多次的对我说 群帽啊 有两把刷子 我知道爸爸是肯定我 以我为荣 后来他回来台湾之后 每一个礼拜天 他一定来做礼拜 一方面他是一个很尽钱的基督徒 另一方面很重要的 他要来听他儿子讲道 将近一百岁 他真的体力不好 所以每次看到他坐在轮椅上 这样子做礼拜都在打瞌睡 可是他每一个礼拜都要来 有很多人称赞我 我很感谢 可是爸爸的称赞 那是不同的 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父亲的爱 称赞跟肯定 不管你几岁 你有多大的成就 爸爸就是爸爸 对我们永远是一个 有一个最重大意义的一个人 就是爸爸 知道爸爸爱我 知道爸爸欣赏我 对孩子是多么的重要 我多么感谢神 上帝医治了父亲孤儿的心 当然 也医治了我某种孤儿的心灵 亲爱的男人 我知道 我每一个男人都需要爸爸拥抱 或许你一辈子跟我一样 从来没有被爸爸抱过 但我感谢神 当我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 上帝医治了我的父亲 你知道一个没有神的爱的父亲是很硬的 不是他不愿意 他就做不出来 就是很硬 很多男人是很硬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出不来 当他被上帝爱了以后 那个父亲的爱从里面涌流出来 到了五十几岁 爸爸抱我 夹一块肉 医治了我 让我从此可以不再做孤儿 每一个男人 孤儿的爸爸 你会养出孤儿的儿子 我的父亲是一个孤儿 所以我一辈子我也好像做孤儿一样 直到我感谢神上帝医治他 上帝在我六十五十岁六十岁 让我的爸爸拥抱我 让我从此 我知道我有一个爱我的爸爸 每个男人 或许你没有爸爸可以抱你的 或许你更是有一个失望的父亲 一个缺席的父亲 甚至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我们有一个人的师母 他十四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说我很爱你 但是我要跟另外一个女人去生活了 就抛弃了他的母亲跟他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信任父亲 虽然后来他信了耶稣知道天父 他也挣扎了好多年 连天上的爸爸他都不能信任 今天天父要来医治你 天父爱你 耶稣讲了一个孩子的故事 他说有一个孩子 他在外面流浪多年 突然有一天他醒悟了想要回家 圣经说于是他往父亲那里去 他父亲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父亲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 把肥牛犊牵来 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男人今天回家吧 今天是爸爸拥抱儿子的一天 让今天上帝拥抱你 不管你年纪多大 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 我需要爸爸拥抱 我知道每一个男人 你心里面都有一个小男生 你需要爸爸抱你 你才懂得去抱你的孩子 让孤儿从我们这一代结束吧 让孤儿所受到心灵的创伤 从这一代结束 不要一代一代都是孤儿 让今天爸爸拥抱你 今天是爸爸脱下你 污秽破烂衣服的一天 很多男人你在外面被羞辱 被霸凌 我的父亲因为乡下 没有爸爸的孩子是很可怜的 都被欺负被霸凌 难怪我爸爸要唱 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 你需要有一个看顾你的父亲 男人呢 你需要有一个看顾你的父亲 你已经成年了 当你哭泪的时候 有哪一个肩膀可以给你靠呢 只有天上的爸爸 让爸爸来脱掉你污秽的衣服 给你穿上戒指 再次恢复你的尊贵荣耀 今天是快乐的一天 天不要为你载肥牛肚 他说这是我 死而复活 事而又得 他们就快乐起来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 让父亲来拥抱你 来亲你 祝福你 抱抱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拥抱我们 你在我们的当中 今天你医治 每一位男人受创伤的心灵 你也来补助我们地上 父亲所没有给我们的 主啊你要加倍地恢复 让我们都成为 有爸爸的男人 我们都要成为 有爸爸的儿女 让孤儿的世代 在我们这一代结束 让我们自己有爸爸 我们的儿女 也是有爸爸的孩子 祝福在我们的当中 但愿我主耶稣就得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始至到永远一起说 阿妹 拍手荣耀 背给我们的主 相信师父我们每一位 我们今天到这里散会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 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地点 请上士林灵阳堂官网查询 士林灵阳堂祝您平安喜乐